都说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但是若是不小心买到了受损的苹果,或是苹果因存放时间太长出现了局部腐烂,那局部腐烂的苹果到底能不能吃,会不会致癌,专家建议还是不要吃,因为苹果腐烂不为一滋生黴菌,而这些黴菌容易产生一种名为长青黴素的真菌毒素,烂苹果会产生有害代谢产物。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硕士王翠霞表示,苹果烂了一小块,削掉这块就能吃了吧?不可以,即使把腐烂部分切掉,但在果肉内部,维生物代谢过程会产生一些有害代谢产物,譬如黴菌产生的长青黴素,能扩散和感染其他看似正常的部分。 斩青黴素是霉烂水果上主要的毒素,具有动物致癌性。 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检测结果表明,苹果一旦出现霉变,正常部分也能检测出斩青黴素,含量最高为霉变部位的5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范志宏曾表示,人吃了懒水果中的真菌毒素,可能会发生头晕,头痛,恶心,腹胀等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 他介绍其中对人体健康威胁最大的有毒物质是斩青黴菌,检测到斩青黴素与实际产生的危害之间不能等同。 范志宏说,如果致癌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你不可能长期吃这种苹果。 对他看来,检测结果与致癌风险之间不是简单的对等。 烂苹果致癌尚无确作证据,但是烂苹果吃了真的会致癌。 江苏省疾控中心首席专家江苏省营养学会副理事长袁宝君告诉记者,也不是这一样回事。 斩青黴素对动物有致癌性,但是否对人致癌,目前没有研究也没有相关报道。 苹果的腐烂部分是微生物感染产生的毒素导致苹果果肉组织坏死而引起的。 这些毒素的确可能通过系统扩散到其他果肉组织内,但是否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要看菌类和产生毒素的种类,而且人体本身就具有抵抗和消灭外来异物的能力,并非使用了这些黴菌就一定会导致癌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